請你跟我這樣過 那像這些東西買回來 我可能一個年 不見得完全煮完嘛 所以是不是最好 都把它冰在冷凍會比較好呢 我都把它冰在冷凍 但是我會先用一個保鮮的一個 就是讓它不要有接觸到那個空氣 然後不要讓它容易潮濕 對 然後外面再用一個抱紙 或者是白抱紙再包起來 再套一個睡覺袋這樣子 不過剛剛講到了 那些是比如乾貨對不對 很多過年大魚大肉的食材 很重要 要懂得如何來分辨 好 先來考的是 怎麼選香腸 香腸現場就準備了兩份 A跟B 顏色 外觀完全不一樣 三位 來 可以先出來看一下好不好 用視覺 味覺 你們自己來看 看一下嗎 對 還捏一捏 對 看它的Q彈的程度怎麼樣 對啊 這個很像我們家自己灌的 對啊 這感覺比較像真的香腸 好香哦 差不多了 有這個比較 比較紅的香腸 有時候代表它 肉過新鮮 溫體 所以趕快馬上做香腸 它有一個基本的血色在 也很難講 是不是 是 來 請問 紅的 A 比較不紅的 B A或B 哪一個是比較健康的香腸 請舉牌 B B 都選B 比較沒有氣色的 可是它的香味比較 比較明確 對 比較正常 對啊 那個A的聞起來 假假的 對 有一個特別的 那種薰過的香味 就是那味道不像家裡包的 真的嗎 對 所以到底A跟B 哪一個像上比較健康 來 譬如 請佳芳姐答 都答對了 都答對了 B啊 沒錯 真的真的太棒了 你們真的很棒 因為 你看B的顏色 它就是 屬於比較自然的顏色 對 他們第一個 沒有色素的問題 還有最重要的 他們有 就是保色劑 保色劑 保色劑是很 傷害身體的 其實我們在吃的時候 要注意這一點 還有就是肉的來源 它到底是用什麼部位管 它到底是用 顏色會不一樣 也是會不一樣的 然後它為什麼要用色素 其實它是用不同的部位 因為餐雜的不同的顏色 因為我們肉不同的部位 就有不同的顏色 那您在挑選香腸的時候 要注意 看它是用後腿肉 還是它沒有著名 有時候 如果都在市場買 一般都被告訴 有時候我是用黑豬肉 還是什麼豬肉 其實黑豬肉也有下角料 所謂下角料 就是切剩下的邊邊角角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線體 然後那都是 線體是什麼意思 內障 不是 線體是血管 上面的一些淋巴結 它們有時候沒有清乾淨 就是一些渣渣 對 這個問題會出現在 其實它在製品上面 你除了看顏色之外 還要很注意的 它肉品的來源 真的 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因為我自己的親戚 我的阿姨他們家是賣香腸的 對 但它都是用那個 豬大腸的膜去包香腸 那出來的 有的不是那種膜 不是 塑膠的 對 香腸有塑膠膜 塑膠怎麼濕啊 對啊 就吃下水嗎 沒有 它是合成 應該講合成 合成的 OK 對 可是它們那一種 因為你知道那個豬腸膜出來的 那個大小會比較不一致 所以它們家的小腸就很醜 因為有的是這麼大一個 有的是這麼小一個 真的 顏色基本上 它們都不會放任何的寶色劑 所以出來都是比較 都是比較像是種色調的 甚至會比較再暗一點 那可能就看肉的布 對 肉的布 還有就是那個 它 其實是最好的 它是最安全的 你把它風乾在那裡 其實是 這個觀念其實是要跟大家 稍微的講清楚 因為很多人都一直認為 有冷凍的都是不好的 大家都會想說要把它掛在那兒 其實那不是一個衛生 你想蒼蠅飛來飛去 這都不是一個好處 污染源 對 你把它灌好 在一個乾淨的環境把它灌好 就放到凍庫去 你要吃的時候拿出來解凍 那不是很好嗎 那為什麼要吃 暴露在外面 這個東西 然後香腸 你要吃好吃 其實自己家裡烤 很容易 因為像這樣沒有添加東西的 你去烤完出來 你要切它會散掉 有的香腸還可以切薄片 切得很漂亮 對 不是 都可以啊 不是 有的會爛爛的 沒有 真的 感覺這種切起來就比較不完整 什麼東西都沒有加的 切上去會散 對 會爛爛的 不完整就散掉 就像是爛爛的 你回去可以 對 因為它就是肉跟油嘛 肉跟油沒有辦法 混合在一起嘛 所以它就是會散嘛 所以 真的 我們家那個阿姨 借出來的全部都 怎麼這樣子 都這麼醜 超好 有的爆材料 吃整支的 我們家香腸沒有在切的 都一而一支這樣 以前我們知道人家那個切出來 一片就這樣散了散 心裡還想說 真沒誠意 怎麼切那麼醜 為什麼沒有香腸那麼醜這樣 最安全的 這樣嗎 對 然後現在 現在的 用羊腸的均勻度會更好 就是它會比較平均 OK 以前香腸最為人詬病 就是說大家會怕說 什麼乙硝酸鹽 對 常常被扶上排名來講 說它是某種致癌什麼的對不對 那個是屬於什麼 其實那個是防腐劑 防腐劑 對 吃多的並不好 其實它怕 其實最重要是肉毒感菌 它抑制肉毒感菌 對 所以說它一定要加 這是合法的 合法的添加是 0.07ppm以下 可是一般攤子上的香腸 因為你沒有辦法知道說 千分之0.07ppm 一般的肉攤怎麼去算 對 所以這個的安全性是 大家比較好看的 對 要是低於那個標準值 當然我們人會代謝掉 當然也不要常常吃 有添加這個東西 那有沒有人是不適合吃香腸 好不容易買到安全的香腸 有沒有人是不適合吃的 如果說你 你的上香腸乾也只過乾 或者是你本身有腎臟疾病 它可能會有些添加物的話 你買到比較那種 就是我們剛剛說 它有放防腐劑比較重的話 都會造成身體代謝的障礙 所以還是要量力 接下來第二樣食材 魚 大魚大肉的魚 對 好不好 現場兩尾魚 來看看 哪一尾魚是不是要健康新鮮的 貨品要嗎 先告訴各位 一個是冷凍的 一個是恆溫的 來 請挑選 冷凍跟恆溫 很多人在挑魚 最基本看魚眼睛清澈度 看魚腮紅不紅 對 看魚表面它的光澤度夠不夠 真的很明顯 你看眼睛其實有一點臭臭的味道 好臭 好 來 請回座 哪一尾魚是比較健康的 請選擇 A B 這次有分歧囉 對 好不好 來 Carol嗎 你選B 我覺得它味道還好 而且它的那個有彈性 有彈性 對 然後魚腮 壓哪裡有彈性 肉 肉啊 對 對 它是有彈性的 然後它的那個魚腮的部分 是紅的 滿紅的 對 所以妳用這個來判斷 對 對不對 好 來 那A呢 姿佑姐 因為我覺得這種海鮮的東西 抓起來 A跟B都有人選 好 來 秋香姐 周香老師幫我們跳 答案就是 A比較健康 對 因為你不要看那個B 那個樣子 因為我曾經看過那個A 已經就是很臭了 然後眼睛也都凹下去了 然後那個藥水打一打 把它泡進去 但我整個都膨炒來了 然後我們都沒有了 但是它 之前新聞有在講 對 眼睛的明測度不夠 它就給你注射一個什麼東西 眼睛不亮 對 比較原蛋白 對 鵝鳥聲 哪有那麼包的成本在打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 因為我們如果不是那麼內行的話 還是選擇就是 極速冷凍的 最起碼它的一個保鮮度 會在那邊 比較好 而且它極速冷凍 它就不需要加一些藥下去 如果真的 你在外面買到那些魚 你回家你以為很新鮮 你回家在煎的時候 會有藥水味道出來的時候 請你不要捨不得 一定要把它丟掉 吃到肚子裡面 吃得進去拿不出來 一定會到你的身體 秋香老師 秋香老師我們 可是我們在菜市場的魚 一般都是沒有冷凍的啊 有的它會 不是 它會退冰以後 其實像你剛剛看那個 B那個 那個的魚 如果說以我來講 我都會把它塞 我現在會叫老闆 你塞幫我打開看看 有沒有 你光看一個腮紅是不... 是那個... 不夠整理 因為我覺得還滿紅的 顏色對不對 一定要一個黏稠度 然後你如果真的這一條魚 五、六百塊 這個時候你就顧不得 你的鼻子跟你的手 一定要聞看看 要很仔細地聞看 有沒有藥水味道 是 那冷凍的魚呢 菜市場其實也 我們就是 你就 然後它一定會有一些 就是極速冷凍的東西 對 好 那佩玉 可不可以來教我們挑選一下 以這兩尾魚為例子 應該要看哪些部分 要摸哪些地方 才知道這個魚是值得買 青椎魚必備的破口劑 竟然是天然的益生菌 像那種 瀑布子和香料的部分 會不會對人體造成 很不好的影響 瀑布子這個東西 它本身是有一些 治療的療效 像它可以開胃 它可以正渴化糖 所以咳嗽的也可以多吃一點 而且我告訴你 瀑布子本身它裡面 是我們台灣人去研究 花了五年時間 證實它有一個 還沒有被全世界發現的 一個益生菌